大家好 我是你们狠独的张大爷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下 长焦反手刮是在什么时候用 不要是针对对方发过来的下旋球 是这种转不转或者是侧下旋 都可以去用刮去解决 因为刮过去的球 第一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快 第二它有一点弱下旋 过去的球带一点侧旋 想要打一个角度的话 那我可以直接打到对方的正守卫 就是很突然 因为有的人呢 他发完球之后 他还原的比较靠反守卫一点 我们可以主动变线 去变到对方的正守 这个时候他如果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对于我们下一板的进攻 就会有很大的优势 我们可以找机会 直接就进行一个抢攻 然后在相持的过程中呢 如果我们第一个球是磕过去的 那正常来说 我们是第二板准备用正守 准备进行抢攻 但如果对方第二个球 回过来的比较低或比较短 回到我们反守半台的位置 我们没有办法 用正守进行抢攻的情况下 可以用反守去进行一个刮 那你刮的落点 先看对方的站位 再来决定你去要刮对手的什么位置 刮完之后这一板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反拉 或者是弹击的动作 这就是反手刮 今天只要给大家讲一下 反手刮球的技术细节 第一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击球点 就是球刚跳起来的时候 你就要去出手刮它 如果要练这个技术的话 你可以稍微的把节奏放慢一点 稍微在高点的时候也可以 但是一定不能等球已经顶到自己的时候 再去出手 那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没有办法去做动作 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 你的小臂手腕手指抓拍子一定是紧的 不可以去晃 在你做动作出手的瞬间 直接就出去了 手腕一定不能去动 单独的动手腕 一定是跟着前臂的这个力量 前臂去做一个控制 发力走向呢 就是从左边大概是这个位置 然后去往你的右前方做一个发力的动作 那它动作有一点像反手发球的这个感觉 一定要注意啊 刮球的时候我们是不转身的 反手发球是有一点用身体去带动手的 然后我们在刮球的时候这个拍形啊 一定是稍微亮一点的 差不多45度吧 就是一定要击球底部 所以你的拍子如果太压的话呢 变成弹机了 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了 一定是稍微亮起来一点 然后去做动作 如果是我们想要去刮斜线或者直线的时候呢 动作是有一点区别的 那如果我们要刮斜线 动作稍微往前可以多一点 因为直线比较长可以稍微多往前一点 很多球友刮直线的时候 直接就刮出去了 它这个手腕做动作的时候要么太大了 要么手腕不会动 所以我们在刮直线的时候 一定要控制好手腕的这个力量 稍微有一个破前臂带动手腕 稍微有一个手腕的动作 去把球刮出去